我在BOM街拍 快来跟我一起燃爆你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在东宫中饰演李承鄞 最大挑战就是 这个角色层次比较多 然后他有很多个阶段 从顾小五到李承鄞 然后每个阶段他又有不同经历的事情 所以你要分清楚每一个段落 然后每一个人物的关系和 任务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挺大的挑战 我觉得拍完这个戏让我觉得 真的像活完了一个人的一生 因为他经历的事情 可能我从来也不会经历得到 然后也没有经历过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最大的宝贵的经验 我什么类型都想挑战一下 不管是什么类型片 不管是文艺的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警匪 或者所有的这种现代古装都可以 只要我没有演过的角色 我都想挑战一下 可能大家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倒没有说特别在意这个东西 因为以前也没觉得就很正常 但是知道他细我脸上长肉身上长肉 他都手都不会长肉 对所以然后主要是他可能还相对比较长吧 因为我大概量了一下 从这条线一直到手指尖是20厘米 正好20厘米 一分不差 对所以每次量量东西的时候 就用手量就好 我知道A就是具体什么意思我不太知道 但是他们因为我有看大家在微博底下留言 然后都会有讲一些这样就是什么什么好A好A 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好话吧 应该是在夸吧 先用小五的 大家好我是顾小五 感谢大家对东宫和对顾小五的支持 谢谢你们 李承鄞 谢谢 文明 他很喜欢 吗 乐观 然后 热情 谢谢 看看 我觉得活着就是最大的挑战 他是一个懂隐忍 有容人之心 然后又 很执着的人 我们都是个男的吧 白杨座呀 必须白杨座 我不许 确实绝对傻 随意 最喜欢西服这套 最想去法国 初见 最害怕的一样东西是蟑螂 可能因为冬宫播的好吧 最近发生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冬宫播了 然后很多人就比较 觉得这个角色还挺好的 我就很开心 喜欢晴天 高 长得比较显老 然后 手好看 你还是 好好地当你的太子吧 好好对小枫 只要好看都可以 这就生情 都有 听歌 看电影 打台球 九日哥哥 传现出我十几年都没有花花的功底 因为就是今天拍摄有个地方就是一个墙角其实是但是虽然可能画的也不太好我也没什么画画功底 然后这个是一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支出来的一个小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可能画的有点在里面因为我把结构画出来了 然后就忘了把它填住也填不住了 然后这是在里面插的根树 就在那个插着 然后这是个沙发 然后这是我 这是粉丝 这也粉色嘛 所以粉丝 所以这是我 然后这是一面墙 大概也就这样 我画画功底也就这样了 谢谢 谢谢